中共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 也是史上最短的两会 在总理记者会被取消的情况之下 是匆匆落幕了 只剩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一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之下 坚定不移的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分析 本届两会释出了一个重要讯息就是 习近平已经掌握空前的权力 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 而没有二号人物了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根据中共外长王毅 在两会上的发言指出 中共虽然在表面上措辞强硬 但也借由两会释放出愿意和美方 来加强对话沟通的讯息 那么对照美国总统拜登总统 上个星期在两会召开期间 也发表了国情咨文 对习近平东升西降的论调做出反驳 并重申美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但也强调美国希望和中国 中国竞争而非冲突 那么我们要如何从两会对望释放的讯息 还有美中领导人的最新谈话 来观察接下来美中关系的走向呢 石大谭邀请两位来宾深入分析 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先生 蔡胜坤先生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 每个资金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台湾前立委 华府台美研究中心的执行长 陈以信先生 东宁好 大家好 好的 首先我想先我们这个话题先请教 在线上的蔡胜坤先生 这方面专家 您怎么看今年的两会 有人认为是匆匆地落下了帷幕 而英国的金融时报分析 两会释放出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习近平掌握空前权力 现在在中国只有一号人物而没有二号人物了 您认为这对国际社会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警讯呢 蔡胜 习近平他是过去十多年 他是通过反腐 然后达到了这个高度的集权 因为通过反腐 清洗了所有的前朝的遗老遗少 尤其是在二十大上 我们看到当众的架走了胡锦涛 这实际上是警示当时各位在座的 无论是哪一个派系的元老 或者是哪一个派系的人马 都是不敢再轻举妄动 而且他通过二十大之后 他的权力和地位 已经取得了空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个人一直认为 习近平他现在通过这样的集权之后 他的权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过毛泽东 甚至超过了过去中国历史上的不少的敌王 因为过去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敌王也好 这些集权也好 他们都还会向第二号人物 他会绕走一些权力 过去皇帝他会给宰相有很大的一部分权力 即使是毛泽东的时代 他也会给周恩来有很大的一部分权力 当然了二十大之后 尽管有所谓的常委级的政国级的领导人出现 但是这些人基本上要么是臣服于他 要么都是他的亲信或跟班 已经所有的人士主导权都在他的手上 这些人他主要是从政治忠诚度的角度来考虑的 而不是从他的能力来考虑的 能力不重要 主要是考虑他的政治忠诚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人马 基本上都是完全的臣服在他面前的 所以他想干什么 想做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过去 还有什么集体的领导制 或者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 不存在了 中国已经完全的进入到 又过去的党天下 进入到一个家天下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结局 对国际社会来说 肯定是发出一个明确的警醒 警醒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未来存在巨大的一个变数 因为没有制衡的权力 你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或者是会干什么 你过去一个集体的领导 他想做一件事情 他必须要高度的一致才能去做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可能他拍拍脑袋 或者说他一是情绪失控 他就会干出许多让国际社会 不可思议 或者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们从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中共很多的政策 是自相矛盾的来看 就是因为一个人说了 下面的人要不断地揣摩 他的意图 所以说导致很多的政策 是荒腔走板 自相矛盾 没有办法的 能够让国际社会感到 有预见性 或者是感到可以预见 非常地一种结果 好的 感谢蔡生坤先生的分析 也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现场请教陈以先生 那以信你以前是这个 台湾最高立法机构的成员之一 你怎么看这次 刚刚结束这个两会上面 这个所谓中国对外宣称的 他们自己中国是民主 中国的全过程民主 其实现在就像是 刚才先生讲的 变来越来越像是一人独裁 超过了以前的毛泽东 甚至是中国以前的帝王 这给台湾的民众 什么样的观感 而除了观感之外 刚才先生听到说 现在变成是所有的决定 都是习近平一面之间 他一个人说了算 这是台海是不是 也会产生一些变数呢 我想两会 可以说是大陆的国会 在一个民主国家 国会是非常重要 两会开会 就是国会开会 象征于对人民 来负责来说话 但是这一次 中共的两会 竟然外界都把焦点 关注在取消总理记者会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是很可惜的事情 其实在中共两会我们看不到官员跟人民代表的质询跟答辩 这个在一个国会来说已经弱化了 已经没有这个条件 那事实上回答记者会的问题成为是跟社会对话唯一公开的管道 那我想这一次台湾立法院其实也正在进行新的会期 上个月之前我还是立法委员 其实新的会期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行政院长的总质询 透过行政院长跟立法委员的对话 能够让社会了解政府的政策 还有对于社会的一个方向 这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至于中共这次在两会取消总理记者会 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倒退的做法 那我认为这等于是让大家看到中共的民主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倒退 这也让我想起一个案例 在当年马锡会2015年11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总统府发言人 我也曾经伴随马英九总统到新加坡去 那个时候我们在马锡会里面有一个部分 是双方要各自召开记者会 那时候我们就是由马英九总统代表 但是大陆方面就跟我们讲说 他们习近平从来不上记者会 没有办法回答问题 所以他们只能够叫张志军来上来回答 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 我们这是民主的社会 我们由总统来亲自跟人民对话 来回答问题 这是民主的象征 结果他们也无话可说 所以我想这也是高下立派 换言之你要证明你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一个进程 你的领导人 这个正式的面对人民 面对媒体 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嘴上说 是全过程的民主 但整个过程当中有太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所以这个民主 我认为还要再加强财势 其实以兴举的这小例子 也就立刻显现了 这个两岸之间制度的查疑 也不止总理记者会可以取消 这个习近平本人也可以不举行 记者会不回答记者问题的 好的感谢以兴 蔡胜坤先生我很快念几位我们网友 现场的这个评论 然后继续请教您 这位华融 叫华融的网友 他说在中国 只有一号人物的事实早已实现 李克强这个名义上的二号人物 只是一个摆设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二号人物 都死得太惨了 就像高刚 刘少奇 林彪的命运就是一些名震 那么习近平手下的二号人物 李克强 现在也死了 他真的是毛泽东的亲儿子 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 还有一位叫做 道法自然的网友说 前两届还要靠兄弟来帮衬 那么这一届用的是马仔 当然更显出自己老大的地位了 那么蔡先生除了回应 向网友的看法之外呢 我们也谈谈美中关系 因为有分析人士 根据这个中共外长王毅 在两会上的发言指出 现在中共虽然在表面上 措辞很强硬 但是也借由两会释放出了 愿意和美方 接下来加强对话沟通的讯号 不晓得您怎么观察 本届两会之后 美中关系接下来可能的走向呢 蔡先生 先回答一下网友的这个问题 网友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中共现在没有第二号人物 这实际上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 而且这个没有二号人物 实际上是李克强刚刚上任的时候 上任总理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通过几十个领导小组 实际上把这个李克强手中的权力 基本上就搏度这个金光 所以说李克强真正的拥有权力 我认为不到一年的时间 所以说他在任的十年期间 实际上有九年多的时间 他是没有行使这个总理的权力的 所以说很多人过去 常常把这个总理 过去好像是一个无感的总理 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是的 没有错 因为过去很长的这么一段时间 李克强不仅仅他的一些执政思路 没有办法在国务院得到执行 而且他在人事上 在财政上面 他都没有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权力 据我现在了解的过去 他要想提名 或者是推荐一个副部级的 这样的一个官员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会采纳 也不会获得通过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在国务院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 他就变成了一个光感思念 一个光感思念 他怎么样才能够去执行 他的所谓的这些执政理念 根本就没有办法的 好的 这样我们再回到 刚才的我们的主题 主题就至于王毅 这次在中外记者会上面的一番讲话 尤其是对台湾 我觉得他又一次的挥舞起大棒 我们看到整个这次的两会期间 对台湾实际上 传递了两个不同的信息 一会儿就有和平统一 一会儿又取消了和平两个字 所以说台湾媒体的这段时间 一致也在推测 或者是在揣测 中共是不是对台的问题上 是不是政策会发生大的变化 我认为这种大的变化 现在不至于 因为去年他们想通过一种选举的方式 能够改变台湾的现在的民进党 持续执政的这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去年选人是没有成功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现在立法院有国民党在鼓掌 相对而言台湾的民主 它是有执衡的 而且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牵制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中共它不可能 让美方介入台湾 介入得太深 所以说它必须一再的重申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所以这次王毅在这个会上反复的强调的一点 这是一个底线 而且是不允许任何有突破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来观察中美之间 关于台湾的问题 肯定相互之间都有底线 美国也坚持台湾的问题 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不能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 我觉得接下来相互的底线 应该都还会非常之明确 我相信民进党在这个执政的过程中 它也不至于去突破这个底线 也没有必要去强调台湾的所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因为毕竟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招牌 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 它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更长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没有必要去刺激中共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 感谢蔡升坤先生 也回到我们演播室请教这个疑信 其实过去这个星期很有意思 这个不只是中共的两会 人大跟政协在召开 其实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表了国情资议 刚好这个时间都很凑巧 所以成为外界观察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风向标 尤其是这个刚提到王毅对台湾放了狠话 虽然习近平讲的是比较温和 不知道两个人是不是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 那拜登总统在国情咨问当中 当然也有提到对台湾的承诺 你怎么对照这个中国中共的高层 在两会上的发言 还有这个拜登总统在国情咨问当中 所讲的一些话 这个两相对照之下的观察 美中关系和美中台关系 您怎么看呢 其实就我们长期对王毅的观察 王毅讲狠话没有什么好意外 王毅不讲狠话 大家才觉得很意外 所以说基本上王毅讲的话 他没有太多态度上面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意义在 那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两会期间 中共对于两岸关系的发言 还有美国这个拜登总统 在国会发表国情咨问当中 对台湾还有两岸关系的一些谈话 我觉得这个是各说各话 然后各取所需 那我认为基本上可以看到双方都还是属于相当克制的一个局面 可以感觉到大家并没有希望在这个时候 透过言语上面的争执 来升高两岸之间紧张的态势 台海之间这个紧张的态势 双方其实都有相当程度的克制 那尤其现在美国已经进入到了选举年 那对选举年呢 现在当然美国总统 他要表达强硬的态度 这一件事情其实我相信 中共方面其实是有所认知 那么当然这个现在的美中关系 自从旧金山习近平拜登的会谈之后 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和缓的阶段 而美国经济现在也属于 比较持续正面的发展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拜登政府美方 这边也不愿意把这个局势搞得混乱 甚至让美中关系成为美国经济负面的一个因素 这对他自己本身今年大选年的选举会有所不利 所以我们看到这基本上是美方的一个态度 那王毅刚才所说的发言比较强硬 那么我们说过他放狠话不意外 那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美方这边有讯息传出 其实在这一段旧金山会谈之后 在美中之间有关于一些军事上面 过去比较可能有摩擦 有紧张的关系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 有了一些比较和缓的一个现象 一些讯号 彼此之间保持更遥远一些距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方跟大陆方面 我相信在这些谈话上面是说一套 那实际上面呢 他们在维持美中关系和缓的发展的方向上 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 台海的军事紧张关系的和缓 其实我认为是有一致的一个方向 好的 感谢乙欣 想请教蔡升坤先生 当然这个王毅的狠话 还包括对美国他的批评也是蛮多 而先生把美中之间现在的矛盾是全部的责任都归咎到美国的身上 那么有关于这个王毅在他的记者会上对美国提出的这个质疑 那个美国的前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 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一一的鱼以驳斥 当然我们会做一个图卡详细的列出他这个回应王毅的说法 不过很快抓出两点这个他的回应 因为王毅他就问到说 美国现在是不是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开始感到紧张和焦虑啊 这样子大国自信何在呢 余茂春就说美国中国人民还有全世界听到中国两个字 这个很欣慰 但是信到中共这两个字就很紧张焦虑 他是把这个中国跟中共稍微做一个区隔的 那另外王毅提到说 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 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 那么这样子公平竞争何在呢 针对王毅的质疑呢 余茂春就说 这是因为中共利用了国际公平竞争的机制 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 危及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啊 不止现在是美国警惕 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 都在积极的阻止中共反市场的行为和政策 你怎么从这个中方批评美方打压 中国是欲加之罪匪夷所思 来看美中之间现在这个激烈的竞争呢 蔡生文先生 美国自二战以来呢 它主导了这个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 这是一个事实的称赞 因为那二战我们知道 是在美国主导下来 才取得了所谓的二战的胜利 而且整个国家呢 就是说西方国家也好 发展中国家也好 在这样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都取得了经济上的长周的发展 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 而且美国一致呢 想维护二战之后的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 但是呢 中国这几年的 尤其是过去几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也是通过加入大波提供之后 中国的经济呢 取得了超速的增长 而且呢 积聚了海量的财富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中国有大量的军费啊 投入到这个国防这些领域 所以它对外的这种 战狼的外交啊 这几年呢 表现得非常之明显 无论是呢 这个外交部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外长啊 王毅 才是呢 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们呢 这个过去啊 这种高光养晦的这种时代啊 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 就像这次娄沙也讲的 这个光是遮不住的 中国现在呢 是一串大象 而且这个大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 实际上呢 它已经明确的告知世界 中国现在呢 已经走向了国际政治舞台 它必然呢 要挑战美国 过去所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 所以这次呢 王毅的那一番质疑 有没有道理呢 从中方的角度看起来 它是有道理的 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啊 要当脑 它想啊 当老大 因为尤其是国内啊 一直在强调一点 中国的经济啊 再过一两年 很快呢 就会超过美国 所以说成为一个 世界经济第一号的强国 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 它必然呢 要扮演一个在政治上的 或者是呢 在军事上的 第一号全国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会导致呢 跟美国之间呢 今后会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地缘政治冲突 所以说呢 也会呢 逼使美国来就范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中美之间呢 肯定呢 下一步呢 会由冷战 变为一种热战 这个趋势呢 是存在的 尽管现在中国呢 有所收敛 尤其是去年的 这个旧金山会议之后 有所收敛 但是呢 总的趋势 我们从这次王毅的 这个记者招待会上看 非常之强硬 已经呢 从过去的 大半年的时间呢 那种柔软的生蛋呢 又恢复了一个强硬的形象 所以说国际社会呢 感觉到中国啊 又已经回到秦刚 出入外长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战狼外交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 好的 感谢蔡神坤先生 究竟是中共是不是又对美外交 回到之前的战狼时期呢 我们来听听看 网友们怎么评论 美中关系 再来请教这个现场的疑信 这位叫做安全地带的网友说 一提到中国就紧张焦虑 自信何在 一提到美国就向往憧憬 原因何在呢 他说要大家想一想啊 还有网友叫Reader Clear 他说竞争不等于斗争 那么他认为中共对美国是 无底线 无原则 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 而非是竞争 规则内的才是竞争 那么无视规则的 就是敌手之间的斗争了 这是网友的看法 还有一位叫答案的网友 他说一旦缓和了中美关系呢 习近平就失去了党内的权威 一旦对美强硬呢 巩固了党内的权威 又就会面临到美国的战略围堵 从而被科技封锁 邓小平路线可以缓和中美关系 然而习近平对抗的 就是邓小平路线 所以他说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死局啊 这网友的看法 还有一位叫Trydog 2023的网友 他说习近平对美国 其实是很矛盾的 他既想要美国为首的 现代文明世界 不要脱钩锻炼 继续的依靠外贸 来稳就业 救经济 但又要在国内制造一种外敌啊 方便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仇恨教育 通过民族主义洗脑来控制 像这样既要又要 那么接下来对美政策 也必然是左右摇摆 自相矛盾 顾头 头尾难兼顾了啊 那么陈宇欣先生 你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些 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尤其是刚才我没提到嘛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那么接下来 您说这个旧金山败习会说 之后出现了一些和缓的情况 但我们也知道 美国每次碰到大选的时候 好像对中强硬牌就是这个 感觉上是比较能够吸引选民的 您认为这会不会也出现 美中之间更激烈的矛盾呢 请教您 首先我刚刚对于网友说 这个习近平对美国的政策 是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当然是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美中关系 它是多面向的 然后有多重的议题的 而且还不是只是美中 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 美中关系现在在全世界 是大国政治 它影响到区域的 各项的一些议题 不管是武战争 或者以核冲突 在其他的能源问题上面 其实美中之间的关系 是多重次 多面向 多层次 非常复杂 所以不可能在所有的面向 跟层次当中 双边的利益都是一致 尤其你说在西太平洋的 和平稳定 在台湾议题上面 美中之间就有很大的一个旗舰 所以说 这个其实不只是习近平看美国是如此 美国看中国大陆也会是如此 所以我说今天在美国的这个大选年 在当头国情咨文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拜登总统在发表 国情咨文的时候 必须要展现坚定的意志 必须要展现强烈的企图 必须要让外界对于他年龄的质疑 对于他执政的可能的一些 这些怀疑都必须要能够消除 大家外界的一个疑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展现了一个 相当强势的态度 那这样的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过程 其实不要说中共看得出来 其实全世界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那这个就是在美国大选年 势必要做得如此 但是整个的环境 整个的背景 其实对美国最重大的影响 还是国内经济的问题 然后不管你所讨论到 这些公平的竞争 贸易的竞争 其实回到最后 还是人民生活的问题 所以在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方向 对目前拜登政府有利的情况下 在美中泰斯和缓的一个前景 对于他连任总统选举 有帮助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个大格局 其实是不太会改变 反而是这个大陆方面 会如何来看待未来的几个月 还有在今年选举之后 明年未来的局面 那我刚才说 虽然拜登政府积极的 要来展现强势 那也有非常强烈的连任的决心 但是就美国现在政治局势 来看实在不能够排除共和党 有可能会在选举当中 重新执政的机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也会连带影响到 中国大陆中共当局 来对美国政策的一个看法 因为如果未来是川普的 特朗普重新上任的话 要重新上任的话 对美中关系 它应该会是一个 有改变的一个变数 重大变数 所以它也必须要去看待 未来可能的变化 还有如果万一未来 是要变化的话 那未来这几个月 在今年的所剩的八九个月当中 可能就成为一个难得的机遇时期 如果今天中方 中共那边对美中关系 有任何调整的企图 或者认为有哪一些议题 是可以在拜登政府能够来处理的话 或许这段时间会成为他们唯一的 剩下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这会考量到就是说 他们怎么看待未来的变化 所以我认为现在 其实这个王毅 他的狠话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说了一套 做的是哪一套 是现在我们要来认真观察 尤其未来的拜登政府 跟现在习近平在两会之后会如何做 我相信会有重大的影响 当然台湾的520 我们赖清的政府上台 也会是这项中间一个重大变数 值得外界继续的观察 的确是现在美中台关系 处一个关键时间点 不管是美国的大选 还是台湾这个总统就职520 都有一些刺激的因素在里面 大家都要密切关注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蔡胜坤先生 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我记得上一回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 针对二月初的这个中国股市的这个情况 跟我们做了很精辟的分析 那么观察两会整体来看的话 这个三中全会在两会前魄力未开 两会会期又匆匆的缩短 就是结束了 那么国际原本是非常关注 这次两会有没有出现一些刺激市场 信心的讯息 但是在习近平政局 好像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连总理记者会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国际社会还有外资 未来对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一箱请教蔡胜坤先生 您是这方面专家 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国的政治越往后 我觉得越不透明 因为本身从政治上 它是一个黑箱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它不存在有 透明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 至于现在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的经济走向 实际上现在经济走向 也是不透明的 在两会之前 或者是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 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外国的大资本大财产 希望中国继续的采取一些 像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刺激的手段 但是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 这种经济刺激的手段并没有出现 而且它发出来的很多的信息 都是自相矛盾的 你看一方面它说要大力的吸引外资 要稳定外资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这个反间谍法 或者是这个国家什么的保密法 来对这个外资或者是对外商 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警示 或者是对他们采取这样的一种 恐吓的一种方式 使得真正的想进到中国的外资 现在都要特别的考虑 值不值得冒这个风险 会不会因为在跟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 哪一个方面一不小心 就涉及到它的所谓的间谍方面的内容 或者是触犯了中国的某种秘密 因为它对这个秘密的界定 它没有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它执法的这个程度 在很多方面是让人无所失从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外资它会特别的保持精神 很多的外企的人员 现在都不敢轻易的去北京去就职 或者去北京去旅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有这几个法在地里 包括在香港的国安法 又是最近刚刚要立的23条逆法 实际上对外资来说 这都是如同一把刀剑的悬在半空中 随时会掉下来 落入到外人的头上 但是只是不知道是落在谁的头上 那落在谁的头上 那谁肯定是自然的倒背 中美关系实际上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政治方面或者是冷或者是热 都不是那么重要 关键是中美之间的 它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连结 我过去一直在强调 美国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客户 特别是加入WO之后 美国向中国是完全的敞开了市场 而中国对美国采取这种方式 关系不好的时候 它就采取了一个单向的买买买 然后来平息美国的两党的 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这样的一种质疑或纷争 但是一旦关系出于缓和的情况 它就是进口美国的产品 它就会有所节之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美国是持续的对中国出现了贸易大的秘差 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 过去几十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 直接上是高达了6万多亿美金 这样的一个老板 你想想中国一方面从美国的身上 赚了海量的外汇 赚了海量的美元 但是中国一方面在政治上或者是娱乐上 它又雇了一帮人天天的骂美国 仇视美国 号召全民来反美国 仇视美国 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美国的政界过去两党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危险 或者是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 但是现在我知道 现在美国的朝野两党的政要 都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过去都想向中国输出更多的经济上的利益 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或者是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几十年的这种尝试下来 中国不仅没有变成一个民主或者是自由的国家 而且是变得更加的集权 更加的专支 更加对人民的统治 实行更加的严酷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让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实际上现在都高度的失望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美国下一步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都会对中国采取一个谨慎观望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不会跟中共恢复到像过去这种逆约期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至于外资 我觉得现在的动力扯不扯 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过去这个疫情这几年 它的清零封城 实际上对外资或者是对一些外商 实际上打击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在这个期间失去了 连出门的自由都没有 所以说一旦后来减封之后 很多的外资和外商都纷纷的撤出了 像上海北京这样的一些一线城市 特别是从香港撤出来的也比较多 所以说下一步回不回去 我觉得还得要看中共 是不是真正的有这个 轻伤的这样的政策出现 好的感谢蔡升坤先生 我在念几个我们在这个YouTube 还有Exxon网友评论 请教一信 这位叫做张的网友 他在YouTube上表示说 要打台湾隔了两百多公里的海峡 连个掩体都没有 一船船的解放军 暴露在台湾精准导弹下的结果 会是什么 依照这个二战的标准 打台湾第一波最少要七十万的军队 中国才有多少的船舰 运兵舰和补给舰 网友的看法 三张 他说感觉老百姓对统不统一 应该不太关心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在为自己生活疲于奔命 还有一位在Exx上的网友叫天地良 他说习近平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知 越博学的人就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少 那么习近平是极端的反例 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会如此的狂妄自大 对这个世界了解不会超过一个小粉红 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知识 对美中关系的判断 就是美国已经衰落 中国必将觉醒 崛起而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想请教陈以信先生怎么看 刚才这网友的这个讲法 这样听起来是很危险 因为终关两会的话 如果现在说真的中共在两会之后 没有所谓的number two 只剩下习近平number one的话 其实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脑筋里面 怎么想一念之间 如果他真的判断说 现在这个他可能有胜算的话 您认为这样的变数会不会导致台湾 要面临一个可能面临的误判 其实我必须说 其实就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局势 它会有更强烈的竞争关系 这已经是可以预期的 那当然从过去我们看到休息底的陷阱 在讨论美中之间是否必然有一战 那当然不管过去的历史是如何的总结 但是现在的局势是我们当前正在发展 所以实在我们也不能够预定说美中之间必然一战 或者说是最后是可以共存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激烈的竞争 甚至在区域地缘政治上面的摩擦 在军事上面的可能的汉格 其实都是可以预期的 那最激烈的地方也就在台湾海峡 在两岸关系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因素作为一个议题 在美中关系之间成为一个fundamental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中国大陆的行为模式 在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个方向跟逻辑 有它本身的理性 但是往往可以发现 当中共当局在处理台湾问题 台湾议题两岸关系的时候 它的理性就不见了 是非常激昂的感性 而且甚至有很多这些激烈的一个态度跟动作 所以我说现在你说大陆方面 他们对于局势有没有可能误判 会不会有一些激烈的一个行为 我最近听到说 有人认为说独裁者有困境 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稳固他的独裁力量 然后清洗清除他的异己 一方面他又会担心外界对他清除异己的一个批评 所以可能会投鼠忌器 可是事实上我认为真正的独裁者是不会考虑外界的批评 可以说基本上现在的状况 当然我们要去避免中共方面的误判 那认为台湾是属于可以攻击的时候 事实上刚才网友所说的 要跨海攻击台湾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都会付出高航的代价 不只是中共方面台湾方面也是 那周边不管是美国他有可能的介入 或者说是日本他会受到的影响 其实都会是相当重大 而这个地方的和平稳定他一旦遭到推翻 他影响的也绝对不是台湾海峡美中台之间 全世界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 那所以和平稳定还是希望能够走的方向 那只不过说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大陆对台湾的误判的机会 其实跟他自己本身民主化的程度 改革的程度是有相关性的 因为一个越是离民主越远的社会 一个越是独裁方向前进的政权 他的讯息就会越来越集中 他的讯息也会越来越钻断 所以如果他自己本身的政治改革 他自己本身的民主化的脚步 能够回到正轨的话 其实他的讯息也会更加的完整 那么他对于台湾的判断也会更加的准确 尤其他对于两岸之间要是发生战争 到底他的成本与代价值不值得去背负 我相信他会有不同的判断 其实这才是只有大陆在政治上面 有所调整 往民主化的方向前进 两岸关系我认为才会往正向的方向来发展